再来看金价再创新高了 5月5号今天的公告牌价来到了 以前是7840块钱 假设一对新人要用的结婚套组 去年同期的组合价是 20万7千多块好了 现在呢 这个短短的时间已经涨到 23万5千多块 整整贵了2万8 有些新人现在换个方式减轻重量 或是干脆不买用租的 结婚在专用的话 花开付贵 福气满堂的 闪亮金是造型银河 结婚喜事 女方必备一条项链 两条手链戒指耳环 但买下整组得忍痛 约黄金再创历史高价 5号公告牌价17840元 组合总计约三两 就要23万5千200元 相较去年同期 同样组合20万7千 贵了至少2万8 重量尽量符合在他所需要的金额里面 那商品的键数并不会减少 一个人卖的量 可以抵大概15个人买的重量 金价创新高 近期换线民众的确变多 金价在疫情期间 每盎司一度飙到高点 2075美元 现在美国渴望停止升息 激励亚洲市场金价再冲高 每盎司2081美元 折合台币约六万三 上档两千一百块美元 有压力 但也有分析师预估未来 可能会到两千三百美元 这种比较新一点的 看去就不会像很难的 同样花开富贵组合 但稀看两组差别 质感亮度有些不同 没那么多钱买纯金 新人干脆租度金 左边这一组度金套组 四天租金约五千元以下 右边纯金 租金同样五千元以下 但得先掏押金 依照实际金价算 押金万元以上 没在用啊 他也没卖啊 那他就拿这些东西出来 换新的结婚套组 金家飞长小资族结婚 还是希望叫雷手 转个方向用租的 或减少重量 同样撑头 三星文局长 蓝安保台北报导